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因此欠下了数亿的债务 但是却得了个行业明灯的雅号 还收获了一群充满情怀的拥顿 在今年的脱口秀大会上 罗永浩就公开自嘲自己的还款经历为甄嬛传 并透露了这个阶段自己的还款进度 两年时间还款四个亿 剩下的两亿再用一年就能还清 对比喊了两年下周回国 至今却仍在美国的贾跃亭 罗老师的还款态度和还款速度 显然更加值得尊敬 但是仅仅依靠直播带货来还债 肯定不是老罗的终极目标 既然这一次 行业明灯已经抓住了时代风口 那就必然不会错过资本迷雾背后 蕴含的巨大财富 2020年11月 A股上市公司尚维股份发布公告 计划以5.89亿现金 收购成都星空野望40%的股权 这个成都星空野望 是罗永浩直播公司的母公司 2020年4月成立至今 账上净资产只有0.52亿 欠款窟窿还没有填完的老罗 一觉醒来却突然拿到了高达15亿的估值 别急 这还不是最离谱的 此次收购的出资方上维股份 是主要做电缆的 并且有三成的业务 来自非洲 中东 东南亚 跟主打国内市场的直播电商 可以说没有半毛钱关系 而且更加离奇的是 早在2013年7月 上维股份的实际控制人李广源 就突然人间蒸发了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李广源当时因为涉及四川一位 寄信大佬的贪腐案被有关方面带走 两年后的2015年 在短暂的现身之后 李广源第二次神秘消失 直到2016年6月 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人们才有幸在铁窗内 见到了失联多年的李广源 李广源背后的神秘势力众多 其中实力最雄厚的 就是目前仍然在美国逍遥快活的令狐兄 延伸到美国内容 我们先按下不表 以后会另外更新视频 还是先回到我们今天的主角 罗永浩 直播电商跨界高压电缆 就是这样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公司 居然鬼使神差的走到了一起 世俗反常 必有妖 磁庄交易的背后 还有一个非常蹊跷的点 就是上维股份花费5.89亿 收购星空野望的同时 小野电子宴联合创始人李军 罗永浩的哥哥罗永秀等利益关联方 需要以共计5.11亿的对价 卖下李广源 在上维股份15%的股权 这么说可能听着有点懵 简单给各位梳理一下 交易的双方一边是上维股份 5.89亿的现金和铁窗内 李广源15%的股权 另一边是罗永浩的一个好兄弟 和一个亲兄弟 以及5.11亿的对价 在一系列精心且复杂的掩护下 一旦交易成功 李广源哪怕仍在狱中 也能成功套现3.4亿现金 而罗永浩的哥哥罗永秀 则将获得2亿的现金 和900万股上维股份的股票 一桩买卖 同时照顾到了两边核心人物的利益 只能感叹 是真的牛逼 如果你以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你可就真的太年轻了 甄嬛传并购案 截止目前最大的难点 不是上维股份拿不出5.89亿的现金 而是星空野望拿不出5.11亿的对价 为了降低游戏难度 星空野望这边的5.11亿 被平均拆分为了三份 由李军 龙泉浅秀和孔剑平 分别对价1.7亿 各自受让上维股份李广源5%的股权 但是这张资本游戏 真实的门槛其实更低 星空野望在收到上维股份的钱以后 并不是通过购买二级市场的股票 来增持上维股份 而是直接购买大股东李广源的股票 也就是说 去掉花里胡哨的中间环节 甄嬛传并购案 其实就相当于上市公司上维股份 花自己的钱 帮助铁窗内的大股东完成套现 而作为游戏的参与方 星空野望的利益关联方们 也以近乎无伤的姿态 拿到了大量的现金和股票 如果事情真的这么简单 如果星空野望真的这么轻松的操控了上市公司 那可就太侮辱上面人的智商了 所谓做戏做全套 为了让并购案看起来更加逼真 李军、罗永秀和龙泉浅秀 还对星空野望做出了业绩承诺 计划将在2020年完成不低于6000万的净利润 以及在未来四年内 完成合计不低于5.23亿的净利润 目前星空野望完成2020年6000万的小目标 应该不成问题 但是后续的利润承诺 能不能完成 能完成多少 其实并不重要 数字定的这么高 只是单纯的为了躲避监管 掩人耳目 好让上面的人相信 星空野望15亿的高估值 没有问题 但是罗永昊真不愧是行业明灯 自带的负面属性光环 横起来 连自己人都不放过 《甄嬛传》的消息放出还不到一天 上交所的问询函 就已经送到了家门口 究竟是罗永昊学艺不经 还是上交所不讲武德 请各位紧张的往下看 《甄嬛传》并购案中最大的败笔 既不是星空野望成立仅仅7个月 却高达15亿的估值 也不是交易涉及罗永昊 所引发的巨大社会关注 而是并购标的 《星空野望》存在致命的硬伤 《星空野望》的前五大股东 分别是黄鹤 李军 罗永秀 小野科技和意志创新 第一大股东黄鹤 并不是那个江南皮革厂的黄鹤 他是原锤子科技的产品总监 也是罗永昊的直播搭档 第五大股东 意志创新的实际控制人 也是黄鹤 而第四大股东小野科技 则是罗永昊联合创立的电子烟品牌 另外两位联合创始人 分别是第二大股东李军和彭景州 而彭景州 正是小野科技 目前的实际控制人 彭景州还有另外一重身份 那就是原锤子科技总裁 再加上三股东罗永昊的哥哥罗永秀 《星空野望》可以说 几乎是被罗永昊的心腹和亲哥控制的 而作为一家电商直播公司 《星空野望》 尤且仅有一位直播业务员 罗永昊 可以这么说 《星空野望》的价值 就是罗永昊一个人的价值 没了罗永昊 这家公司什么也不是 《星空野望》这种老部下 加亲哥哥组成的简单股权架构 以及依靠单一业务员的简单经营模式 都已经在事实上构成了关联交易 水面上尚且已经漏洞百出 更别说水面下的千疮百孔了 细品《星空野望》的财报数据 我们不难发现 成立于2020年4月15日的《星空野望》 截止9月30日 就已经创造了3.69亿的金人营收 但是利润却只有4700万 营业成本高达3.22亿 只有网络直播这一条业务线 和罗永昊这一个业务员的《星空野望》 既不会因为人员过多 产生高额的管理费用 也不会因为杠杆过高 产生高昂的财务费用 更不会因为研发手机 产生高额的研发费用 这3.22亿成本的大头 就是花在罗永昊身上的成本 扣除直播间 维持热度必要的推广费 保守估计至少还有6000万的所谓成本 直接流入了罗永昊的口袋 另外《星空野望》的资产负债 也高达1.1亿 毫无疑问 作为一家轻资产的电商直播公司 《星空野望》巨额负债的大头 就是将要支付给罗永昊的应付账款 作为《星空野望》旗下的唯一打工人 罗永昊先以直播业务员的身份 从《星空野望》那里赚第一波钱 并且计划通过套现各个 罗永秀代持的《星空野望》的股份 套取两亿现金和900万股上为股份的股票 赚第二波钱 令人唏嘘的是 擅长商业运作的罗永昊 最终成了行业明灯 而学会了资本运作的罗永昊 却险些完成 经常脱俏 但是《星空野望》 明面和暗面上的双重硬伤 无疑将成为《甄嬛传》并购案最大的障碍 其他直播电商的头部主播们 虽然也在积极地筹备独立品牌 独立运营 但是在合作中 仍然是资本方处于主导地位 然而酒精沙场罗永昊 则截然不同 在于上为股份的并购案中 罗永昊方面始终占据主动 如果说老罗的小目标是套钱还债 那他的大目标 就是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简单来说 罗永昊现在已经做的 和未来计划做的 就是先把领先行业的营收和业绩承诺 塞进城里仅仅7个月的《星空野望》 然后再通过《甄嬛传》并购案 出涨《星空野望》40%的股权 实现于上市公司上为股份的并表 后续的计划应该是上为股份 继续花钱收购《星空野望》剩下的股份 而罗永昊则会用这笔钱 持续掏空上市公司 并伺机获得上为股份的控制权 随着资本市场的日益驱延 这种古老成就的过时重组玩法 已经很难看到了 虽然此次并购案 关联的各方是都通过 心思缜密的设计来规避监管 但是却犯了 关联交易这种幼儿园级别的事物 而且哪怕交易各方的关系再干净 再纯洁 给上市公司注水的别角操作 我们已经看了太多了 《星空野望》 如果能不掺水分的完成4年5亿的净利润 那你还别说 15亿的估值都还给低了 有理想有情怀的老罗 如果真的能坚持日更 完成所谓的业绩承诺 那大可不忘初心 自己独立申请创业版上市 而不是借苦心还债之名 行勾结套现之实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再次感谢能看到这里 永远有达 如见其人 与光而生 如临其境 商业战争 我们下期再见